陆大人 还请就此收手 君小姐无意奉陪 告诉她 来日方程 没想到这不可一世的陆府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陆大人 你看看 今日我手欲在身 就不方便给您行礼了 还请陆大人莫要怪罪 这是陆大人之前送过来的东西 今日我们原封不动地给您送了回来 陆大人 是否要亲自验收一下 对了 这是之前的银票 八千两 也给您送回来 陆大人 下次 还请不要再开这样随意的玩笑 这 也是啊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我也是没想到啊 今日能跟陆大人 陆大人 我这人 一激动 就是 就容易乱说话 小子 这人 上一个乱说话的人 现在可都已经死了 陆大人 还请就此收手 君小姐 无意奉陪 告诉她 来日方程 告辞 走 大人 真不来吧 我 都给我散了 understand 殿下 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我能不同意吗 不能 可是君大夫不愿意啊 他把你的片礼都还回来了 这世界上不愿意的事多了去了 没有人愿意住进武德斯大牢 但是武德斯大牢从来没有空过 他做出这等与民有功的大事 你这么做 不怕被人骂吗 我被人骂习惯了 所以还请公主上书陛下 我给的脸面 算什么荣耀吗 至少对于一个要过门的女人来说 够了 我能不同意吗 不能 殿下难道不想再见到九龄公主吗 不想 我想 随你 我在外面养人 你从来都没有说过我 这次 是因为君大夫吧 你也觉得他很像 是不是 特别特别的像 再像也不是 你就不能放过他吗 不能 绝不能 绝不能 竟然 不 养 一 最后